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整个林洲山的教育系统 它会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基础的学习期 这样的时期 最重要是学习作为一个佛弟子的 基础的行仪 礼仪 伦理 道德 还有戒律跟禅定 那么接下来 紧接着呢 就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大圣的基础的 剥弱 空观跟禅法 然后呢 第三个时期 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行菩萨道 发菩提心 最后呢 我们能够契入佛的境界 多元共存 和谐共融的一个世界观 那么世界中央博物馆 从林洲山开始以来呢 就是它第一个志业 那所以 事实上整个多元的对话 和谐共存 这种世界观 宇宙观呢 我们就整个展开跟整个全球做对话 其实我们要收心来学习基础的 界法 基础的 这种佛法的基本知识 生活中就在讨论佛法 生活中呢 尊者们呢 都是在讲佛陀的故事 你会不断地听到很多清凉的故事 解脱的故事 好像就发生在你的周围 这就是呢 尊者他们呢 真的把佛法生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所以尊者也很慈悲 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缅甸佛塔的信仰 希望呢 大家从就世尊呢 他元吉灭度之后 事实上呢 佛塔的信仰 对一个佛地子起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供养的这种功德的利益呢 也是呢 我们要能够呢 坚定我们学佛的信心的重点 谢谢了业法师的开始跟分享 那今天的主讲者是缅甸全国上座部佛教巴黎大学的 尊者纠摩罗法师 他九岁就出家 二十二岁就通过了政府的法阿哲利的考试 并取得了政府法阿哲利的同学 同时呢 也是国家巴黎三藏词典编辑委员 也负责了缅甸几个重要的森前委员会 也有很多的著作来出版 来利益众生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教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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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向各位开示的时候 最主要会提到佛塔 以及在诸经里面 佛陀对这个佛塔 有什么样的规定 有相关值得记录的这些内容 我一系列的向各位 会报告说明 他巴黎文叫就是 何谓塔呢 塔的意思呢就是 我们依我们的生业 口业 意业 来做一个礼尽的一种对象 或者是地方 这种的对象地方呢 都叫就是塔 就以生业而言 我们要何时来礼尽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拿 供养物品来供奉供养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呢 在这里念诵佛经 或者是佛陀的功德 除了口业的唱颂以外呢 我们也用异业的方式来应念 那么讲到这个塔呢 就以佛教来讲的话 塔总共是有四种类别 第一个呢是色力塔 第二是法塔 第三呢是佛像塔 而第四呢是受用塔 首先来说明色力塔 就在塔里面呢 我们供奉的是 世尊所遗留的色力 这种的塔呢 叫做是色力塔 接下来继续说明的是法塔 塔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供奉佛经 甚至呢是这些把三藏的经文 科学在被业 而这个被业呢 早期呢 早期呢在编达呢 早期呢在编达是备业经是非常的盛行的 他们为何要科学备业经呢 那么在备业经里面呢 他们也有记载着说 所所科学的佛经 所科学的佛经一个字 一个字等于就是一个他 我们早期的这个备业经里面呢 我们许都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我们就是有勉励大家呢 科学备业 原因在于是 科学这个备业经文 一个字就等于是 圣造了一座塔 而第三个塔呢 叫做是佛像塔 这个塔里面呢 是有供奉的是 佛的画像 或者是呢 佛的雕塑像 而对于佛像呢 是他们分成有好几种 那么黄金所作造的 这个黄金佛像 白银所造作的 这个白银佛像 木雕的呢 也有木佛像 还有呢是 我们有用缅甸 玉那雕塑的 缅甸玉佛 就好比如说 缅甸的瓦城 那边有一座塔 它叫做是 大摩尼塔 里面呢 供奉的是佛像 这种的塔 叫做是佛像塔 最后一种的塔 叫做是 受用塔 比如说呢 佛陀 他曾经所使用过的 他的袈裟 他的波 或者是 他的作具 就把这些佛陀 使用过的 这些物品呢 供奉作为塔 这种的塔 叫做是 受用塔 然而呢 佛陀就在 菩提树下呢 动策了之了 四圣地 这个菩提树 是曾经被 世尊所使用过的 所以这个菩提树呢 也叫做是 受用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